承諾破功 稽查寬鬆 統帥放空 通批政府承諾破功 國軍副食品供應戰中被爆出 外包裝是台豬 內包裝卻是美豬 讓藍營撿到槍 猛打 國防部說謊 食安搞黑箱 國防部用了多少 到目前為止 國防部沒有告訴大家 國防部應該要公開 你跟廠商到底簽的是什麼樣的合約 第三個 國防部請你回答 你有沒有受到任何的政治壓力 而來採購美豬 現在我們跟美軍是採用同款的食材 滿城近市台灣豬 只有國軍吃美豬 嚴重懷疑教育部也在騙嗎 要國防部公開詳細的採購合約 更質疑有政治壓力介入 讓國軍吃到進口美豬 過去政府承諾退府會學校跟運動選手 不會吃到美豬 會不會是下一個鐵砲對象 法令沒有規定 就會冒出像這個國防部這樣的現象 他就會偷偷做 與法無懼的情況底下 他就不會承擔被開法的風險 美豬裡面一定不會有萊克多巴胺 這從去年到今年1月1號開始進口之後 我們是主題檢驗的 不要拿一個廠商故意的違規行為 就拿來擴大做文章 綠營反擊美豬不等於萊豬 呼籲國民黨不要政治操作 制造民眾恐慌 但是如何讓民眾分清楚 美豬跟萊豬確保食安 將會是公投前的藍綠主戰場 歡迎新聞送據林凱倫特別報導